秦国国都 雍都 歌兰在屋顶上飞速移动 就听下方一声大喝问着 是谁 就看歌兰也冒红 北里还散发着阵阵热气 站定看着下方的巡业人员 啊 是老张啊 今天轮到你巡业吗 旁边的那位大哥是哪位啊 就看被歌兰叫做老张的士兵连连解释 酒店下 他是新来的 不认识你 歌兰不太在意起身 就打算继续出发 没想到一脚踩空 摔了个帅气的狗吃屎 起身连忙解释道 没事没事 刚刚是故意摔的 就看歌兰艰难的爬上屋顶 不过要帮我保密啊 让两位巡业士兵尴尬不已 毕竟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歌兰刚准备 重新出发 就听下方在讨论自己的基因缺陷 毕竟秦国的生化与基因技术 在银河诸国里都是领先的 王族子嗣也是通过克隆诞生的 而我的父王嬴政 以及自身克隆的九个王子 前八个都强壮勇猛 唯有我 大王恕罪 九王子的基因序列出现残缺 我们这 这就将其销毁 当初还是父皇保下我 让我活了下来 虽然逃过了销毁的命运 但是我基因残缺的传闻流传出去 让我成为了异类 可是人这一辈子怎么活下去 然不成只是凭借基因或者血统吗 这样的起国才是生病了 就看歌兰站定 抹着额头的汗喊着阿蒙 而一位脖子 带着奴隶项圈的人 也回应着歌兰 歌兰刚一坐下 就问着东西是否弄到 而阿蒙也不负期望 拿出了歌兰心心念念的围禁 歌兰稀罕得不行 大喊着克隆人永不为奴 而九王子完全不知道 面前的朋友 已经报名贪君 准备用二十三次战功 来将自己的奴隶身份消除 歌兰回到住所 小心翼翼地敲着门 福公公快开门啊 对了 差点忘记开门暗号了 刚想说暗号就看福公公打开了门 酒店下 你可小点声吧 那个暗号不说也无所谓 而已经想起暗号的歌兰 直接叫道 星狐星狐 永不为奴 别拽我呀 福公公可是慌得不行 连忙解释道 您小点声吧 这大逆不到的话 被人听去 你可就遭殃了 看着歌兰还在炫耀手里的星壶传奇 福公公连忙捂住歌兰的嘴 别说了 这在秦国可是近天 快藏起来 两人打闹的时候 一只手将歌兰手中的违禁品 抢了过去 福公公看清来人一惊 居然是二殿下 发觉手里的违禁品被抢走 歌兰定睛一瞅问道 二哥 你为啥会在这里啊 就看秦国的二王谷阴阳道 九弟 你深夜私自出宫就是为了这东西 浑身的绿色气息 让人窒息 福公公壮着胆子 上前还想解释 直接被一巴掌扇了出去 歌兰连忙上前 扶起倒地的福公公 二王子继续阴阳道 我秦国阵和魏国开战 你竟然私藏他们 抹黑我们奴隶制的影片 而我们可爱的九王子 只想要道歉 二王子 没听错吧 你居然叫我给一个奴隶道歉 我现在觉得 福公公叫做九王子 私藏违禁品 一定是魏国奸细 歌兰一听直接回身骂道 你才是奸细 你全家都是奸细 完全不在乎 把自己也骂了进去 二王子才不管 自己的小弟在说什么 直接安排手下 想做掉福公公 歌兰想都没想 直接站到福公公面前 随便给人扣顶奸细的帽子 就要杀人 人命怎么这么不值钱 来呀 朝着这里看下去呀 一时间二王子的手下 为难起来 二王子 一时间也气得不行 直接拔出佩剑说道 奴隶的命本来也不值钱 身为迎是子弟 连这个也不明白的话 就让我这个哥哥 来给你上一课吧 荧光一闪 长剑稳稳地 停在了歌兰面前 歌兰咬着后槽牙握着剑人 给我上课 你也配 星虎女神才是我的人生导师 二王子一惊没想到 面前这个小分 看上去若不经风 没想到力气这么大 在两人僵尸不下的时候 一声力喝打断了二人 发生什么事了 这么晚还在喧哗 胡闹 兄弟俩在宫里 刀剑相向 成何体统 就看银国国王质问着二人 一同前来的大王子 却跳脱的不行 二王子上前就告状 活生生一出打不过就找老师 大王子直接将违禁瓶抢了过来 脱陷的他还在感慨 哇呀 星虎传奇啊 这都出到第四部了 好怀念啊 没有管自己的父王和二弟 对着歌兰继续说道 我跟你说啊 这片子可刺激了 可惜是近片 我小时候也只能偷偷搞来看 看着歌兰还在说着克隆人 永不为奴 大王子煞有其事地摇摇头 小弟 你终究是太年轻了 星虎大人最大的魅力 当然是他性感的红唇和欧派了 我 秦国国王影显 大晚上我的大儿子和小儿子在我的面前 一脸正经地研究起我制定的禁片 一个要克隆人永不为奴 一个喜欢星虎的红唇和欧派 看着我的儿子浴火焚身的样子 上去就是两个大笔刀 你把我适合而止一点 秦王捏着拳头一人 赏了一个大馆头 大王子看着自己的父王连忙解释 父王青春期看见少儿不移的东西很正常 说什么图谋不轨应该 话还没说完 就被秦王捏着肩膀问道 你是要叫寡人做事不成 福公公 你为九王子贴身办当 王乎职守导致九王子顽劣不堪 最无可恕 该法 就犯你三个月俸禄以警校友 老二听前半部分 得意的不行 听完心里吐槽道 这你马是罚了个寂寞啊 而大王子和歌兰 一切尽在不言中 罚得好啊 父王公正英明不愧是一代明君 二王子还打算辩解两句 觉得在这战事胶着之时 这个片子到处传播影响士气 你也知道战事胶着 那就多花心思在前线上 而不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 你负责协调贵族兵员 为何现在贵族迟迟不肯配合 导致前线兵力吃紧 老二也连忙解释 现在的贵族都在说 大哥统帅军队消耗太快 各家的克隆人工厂 根本来不及补充 看着自己的父皇 也觉得魏国机械军团实力大涨 老大贪着手说道 我也搞不明白 但是有一种感觉 歌兰还没听完 只觉得脑子里疼痛难忍 机械集团 克隆人部队 这个场景我好像曾经经历过 是在哪里经历过呢 在梦里面吗 机器人净化头好疼啊 想着想着 歌兰已经捂着头 倒在了地上 而歌兰已经沉入了 自己的意识中 飘在浩瀚无垠的银河 看着面前惨烈的阵子 人和机器疯狂的战断 到处都是爆炸声 一边是秦国的克隆人弥兵 另一边则是魏国的机械军团 伴随着又一声的暴露 一只巨大的手缓缓升起 残垣断臂纷纷扶在周围 直接握紧将面前的场景 而歌兰定睛看去 想知道面前的是什么人 就看一位巨大的女性人 偶浮现在歌兰面前 歌兰总觉得不太对劲 仔细一看玩偶的眼睛 居然都是秦国的军队 每一个都伤痕累累 而自己的朋友阿蒙也在其中 要求着歌兰帮帮自己 歌兰在晕倒之后 梦里居然是自己兄弟的惨状 叫着阿蒙的名字惊醒过来 在旁守护的福公公 终于送了一口气 解释到歌兰已经昏迷 一天一夜了 000的手机铃声打断了福公公的话语 阿蒙的短信一直在叫着酒店下 回想起自己做的梦 歌兰连忙起身 打开了窗子 伸出脑袋四处张望着 回头就安排着福公公 保密自己要出门 而可怜的福公公已经泪流满面 只觉得这样下去 自己明年的俸禄 怕是交代了 深夜各家各户灯火通明 歌兰还在偷偷摸摸找着阿蒙 我昨天晚上晕倒了 刚刚才看到你的消息 听着身后的声音 歌兰连忙回声望去 急急忙忙地摆弄起阿蒙 阿蒙你出什么事情了 我做了个梦 你死得好惨 你哪里受伤了 我得检查一下 阿脸好像没有受伤啊 看着阿蒙没事 歌兰连忙解释 我的梦一向很准的 总之你没事就好 阿蒙没管上来 救救自己去世的歌兰 我找你是请你帮忙 仁安府决定在出征前用奴隶击齐 结果 离离被他们选中了成了忌痞 现在正在牢房 明天就会被陷阱了 歌兰也回想起阿蒙暗恋的小姑娘 捏着拳头大吼道 荒谬 只是虚无缥缈的迷信 就要牺牲无辜人的生命 就算不是你的原因 我赢歌兰也不能坐视不理 阿蒙你有计划吗 没一会儿阿蒙 带着歌兰来到了牢房 门前两个卫兵 居然还在喝酒 就看喝得满脸通红的卫兵一惊 起身问到是谁 看着面前抱上身份的阿蒙 毫不犹豫地打开了大门 随着大门 达知达知的迷信 卫兵看都没看白着说 快去快回 别耽误我们喝酒 不对 等一下 你们提人不是应该报口令 然后向我们拿牢房门卡吗 还有你后面那个 小子鬼鬼祟祟 一直不敢露脸 看到卫兵反应过来 歌兰二话没说 让阿蒙动手 就看阿蒙一个闪身 撞在了卫兵身上 歌兰也拿着大勺 打在另外一人 卫兵还在抹着脸上 热气腾腾的菜汤 放着狠话 就看歌兰飞身乐气大吼着 为了星虎女神 克龙人永不为奴 狠狠地踹在了卫兵脸上 而一旁的阿蒙 也翻找出了牢房的门卡 两人准备抓紧时间 向着深处跑去 为了拯救朋友的暗恋对象 歌兰带着阿蒙 把翻卫兵 闯进牢房 一路跑来 歌兰只觉得顺利过头了 而牢房深处 也传来了少女的声音 这个声音 阿蒙哥 是你吗 确定了黎黎的位置 阿蒙赶忙上前打开了牢门 阿蒙哥 我不能走 你快回去吧 违抗侯爷的命令 你也会死的 阿蒙见状连忙上前安慰 而此时的黎黎 已经心如死灰 自己都只是克龙奴隶 如何跑的了呢 看着着急的阿蒙 歌兰拍着他的肩膀 上前蹲下 黎黎 这个名字是阿蒙取的吧 比起你额头上的一串数字 作为代号 你更喜欢那个呢 哪怕是克龙出来的 哪怕是奴隶 只要你有了名字 那你就是真真正正的人 一个人的生命和自由 没有谁有权利随意地剥夺 想着星虎女神的台词 歌兰一股脑地说了出来 将面前没看过 片子的黎黎感动得一塌糊涂 我不想死掉 我想活下去 歌兰抹着鼻子 很是高兴 而阿蒙也连忙向黎黎伸出手 刚刚如同重获新生的黎黎 眼神瞬间呆滞了下来 想要离开啊 经过我这个主人的同意了吗 就看阿蒙身后出现了一个身影 挂着两片小胡子的永安侯 臣服 不等几人说话 永安侯就底下身子问道 九殿下 你怎么和这些奴隶混在一起啊 而歌兰大惊失色 连忙招呼阿蒙 阿蒙会议拉着黎黎 急急忙忙跑了出去 而永安侯根本没有阻拦的意思 哎 身为奴隶 在秦国又能跑去哪里呢 你们怎么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呢 转眼阿蒙已经被黑色的枪管领在了额头 歌兰闭着眼睛连忙说道 永安侯 你也知道我是九王子 能不能通融一下 把这两个奴隶让给我 永安侯低着头还在说着 按理说我应该给九王子个面子 但是大战在即 忘了记齐的奴隶 与理不合 歌兰看得没拒绝 应该是还有信 一旁的阿蒙 则上前将罪过拦在了自己的身上 没想到啊 身为奴隶 居然有这样的胆识和能力 难能可贵的是 事发之后还能有如此担当 这样的人才 居然一直以奴隶的身份 埋没在我的侯府 实在是可惜了 可有一些事情 本侯也很为难 还有其他的理由来说服吗 侯爷都是我的错 我只是想在死前看看外面的世界 阿蒙哥他们 只是帮我实现愿望 并不是带我逃跑 求你饶了他吧 永安侯看着面前的少女 惊讶地说道 真是让人感动啊 本侯一直把奴隶 当作牲畜和物件 却忘记了你们也有情感和愿望 谢谢你们啊 让本侯对自己的错误 有补救的机会 我准备将自我一时过剩的奴隶 先我杀掉他们全部的希望 再扔到焚尸炉里重造 变菜一般的永安侯 直接捏着琳琳的脖子 随后将冰凉的枪口对住了他 看着泪流满面的琳琳 丝毫没有犹豫 直接开枪 哼的一声巨响 让戈兰两人惊讶地不行 永安侯 可惜一下就没了 真是不过瘾 看着摆着手的永安侯 戈兰直接吼道 完 没有人的命 可以被随意玩弄 哪怕是奴隶也不行 而阿蒙直接拦住了发怒的戈兰 觉得戈兰已经做得够多了 直接发疯一样 冲向了永安侯 可惜无听的现实 直接击中阿蒙 倒在了一粒的尸体身边 抱着已经去世的鲤鲤 阿蒙伸出手祈求着 下辈子希望我们不要做奴隶了 一旁的戈兰 没想到自己的朋友 居然死在了身边 而永安侯还在嘲讽着 真是感人 本侯都热泪盈眶了 既然九殿下喜欢这两个奴隶 本侯现在就准备材料 克隆两个一奴一样的给您送去 看着面前愤怒的戈兰 永安侯继续说道 九殿下 身为秦国的王室 我国的机政就是奴隶制和克隆人 身为上位者 把奴隶当成和自己一样的人 这样的想法如何管理国家呢 所以这一次的事情 可是本侯受二殿下的委托 特意安排为你上的一课 听到和自己二哥有关系 戈兰激动得不行 直接抢过永安侯手里的手枪 你刚才说他们的死 是故意针对我受的局 永安侯被吓了一跳 连忙让戈兰别激动 拿着枪对着我 后果就是你也承受不起 戈兰打断了继续放话的永安侯 住嘴巴你 我今天也给你上一课 奴隶是人 贵族也是 金贵不到哪里去 而人被杀 就会死 枪声响起 鲜血四箭 点点的血色落在了戈兰的身上 而永安侯做梦 都没想到 自己真的会因为 两个奴隶而丧命 好 谢谢大家